它终于来了,绕火星运行的多台轨道器,首次把镜头对准星级莱克San Atlas,拍下前所未有的近距离画面,并且抖出了不少以前压根看不到的新细节,从尾巴的细微纹理到气体释放的节奏,全都被一网打尽。 眼下,太阳系正上演一场罕尽戏码,这种级别的星级访客几十年难得一回,赶上一次就像撞上天文大奖,谁看谁赚到。 San Atlas是个从太阳系外闯进来的旅者,如今恰好路过火星身边,这个距离让我们第一次,能用行星轨道器近距离为观,不再只靠地面望远镜远远的猜。 历史头一回,不是地球,而是缓火星的轨道器,把自己的相机和光谱仪调转方向,去定一个来自太阳系外的目标,这等于是把火星临时变成了前哨观测台。 NASA的NRO,ESA的火星快车与TGO,再加上中国的天文一号,轻一色把目标锁定这位弹的向灰尘的旅客,它从火星旁边约三千万公里掠过。 大家就像多机尾拍摄一样,集体上阵盯梢。 接下来这期,我们来了《结火星轨道器》。 首次拍摄San Atlas近距离图像的有关情况,极其揭示了新的细节,以及这位星级访客。 后面要飞向哪儿,还能看到什么?我们从它是怎么被发现的讲起。 一步步看懂这场跨星级的过境秀。 San Atlas在2025年7月1日露出马脚,被智利的Atlas寻天项目首先捕捉到。 这套望远镜专门盯点,找那些移动缓慢,亮度微弱的可疑目标。 一开始,画面里它就是个小小岸斑,慢吞吞地挪动,不起眼得很。 可真正的惊叹号出现在轨道结算。 它走的是双曲线,说明不被太阳捆住手脚。 是个来去自如的过客。 说白了,它来自星级空间,走一条一次性车票的路线穿过太阳系。 打个招呼就继续远离,基本不回头。 因此,San Atlas正式排在星级访客榜单第三位。 前面是2017年的奥默默,和2019年的暴力索富。 他们都是外来户。 不一样的是,这回发现算早。 全球团队有时间组织一次拉网式观测。 太空,地面多线并进,不再是错过了才扼腕。 更巧的是,它的过境路线贴着火星走。 这等于把火星轨道器就地动员,直接加入拍摄和测光。 角度多,距离近,信息量大。 到2025年10月3日,它从火星旁边掠过的最近距离约3000万公里。 对灵敏的相机和光谱一来说, 这已经足以嗅到,它喷出的气体和阳起的尘埃。 NASA的火星轨道器,把HIRSE半米级望远镜反刻为主。 从拍火星地表细节变为丁彗星。 力求把汇发,汇尾。 那些若有若无的微光也揪出来。 核心还太小太远,不指望看清十五兆。 但HIRSE依然能,量出亮度起伏,尾部波纹这些细节。 这些往往是汇尾被太阳磁场揉皱的证据。 欧洲这边,老牌的火星快车和较星的TGO, 也把姿态调过来,进入世界模式配合观测窗口。 凭借高分辨率立体相机和专用光谱仪如CASIS, 它们能拆解挥发反射,吸收阳光的颜色指纹, 从而推断出气体成分和比例。 ESA项目科学家Colin Wilson也打了预防针, 别指望一口吃成个胖子。 但即便是有限的光谱与亮度曲线, 也足以拼出挥发力。 都有什么和活不活跃的大轮廓。 中国的天文一号同样上场, 从不同轨道倾角补上另一只眼睛, 多角度交叉,减少路看与误判。 短短几天,火星像搭了个临时指挥所。 所有还在工作的轨道器结成联合实验室。 趁它走远前, 把这个诞生于别家恒星系统的家伙审一遍。 每一位星际来客, 都是别人家星系的原味样本。 物质可能在截然不同的温度、 辐射和尘埃条件下。 经过数十亿年才到我们门口。 San-I Atlas这次让科学家, 能把外乡化学与本地彗星的配方对表, 更绝的是, 詹姆斯维伯望远镜, 已经先一步看出它和本地彗星不太一样。 差异明显到不能装作没看见。 常规彗星喷得多是水蒸气, 可San-I Atlas挤出来的却主要是二氧化碳。 粗算下来, 二氧化碳与水的比例大约8.1, 比我们习惯的配方冷得多。 这指向一个更寒冷的诞生地。 在它老家, 二氧化碳并不但多, 还够稳定。 有点像我们太阳系的外科衣博带。 但那颗恒星可能更暗或更年轻, 不只是气体。 连尘埃的性格也不按常理出牌。 散光方式跟常见彗星不太一个路数。 天阵测量显示它的腹肌化特别强。 通俗地来讲话, 就是尘埃颗粒把光拐着弯散射, 幅度在太阳系彗星里少见。 这暗示它的尘埃颗粒, 可能更致密, 被辐射炼过骨。 在星际间飘了几百万年都不散。 而这一回下好路过火星, 让我们能在不同环境下 看它瘦不瘦场的反应。 目前看, 它正好扎进太阳磁场比较乱的地带。 带电粒子在那里翻角。 与彗星的离子尾打成一片, 容易激起褶皱和波浪。 一旦火星轨道器 把这些尾部波动针锤下来, 就等于第一次直接拍到 太阳磁场如何摆弄 星际物质的现场证据。 把这些线索合在一起, 我们就能画出一张更细的流程图。 行星系统到底是怎么把这些 冰至小天体甩出门外 送上星际之旅的。 同时也能看清它们在星与星之间长途跋涉时。 化学和物理性质是怎么一步步变样的。 拿前两个星际天体相比。 傲默默古怪, 没尾巴。 鲍里索夫更像普通彗星。 San Atlas则站在两者中间。 有活动, 有尾巴, 但化学配方却另起炉灶。 因此, 天文学家们态度是谨慎加乐观。 知道难度不小, 但也看到了长见识的大机会。 没逮到一个星际访客, 我们就更明白, 各家恒星系统不是各国各的。 彼此会通过这些宇宙碎片快递建立联系。 物质在星海中流转。 这次从火星旁边的擦肩, 只是长选观测里的一个节点。 后面还有一串接力棒等着焦。 现在, 它还会往太阳更近方向冲。 预计在2025年10月29-30日到达近日点。 那是它离太阳最近, 变化可能最剧烈的时刻。 离太阳越近, 烤得越热, 挥发就越猛。 气体喷得更足, 尘埃阳得更多。 它的挥发和尾巴形态也可能换个发型。 等它演到太阳背后, 地面望远镜就没辙了。 这时, ESA的木星冰月探测器Juice 会从深空接绑, 继续盯它的亮度和热态变化。 从11月2日到25日, Juice会在深空持续取阳观测, 记录阳光强弱, 温度起伏。 怎么一点点改造 它的气体与尘埃比例, 有点同步的好处是能互相较对。 亮度怎么变, 光谱哪段抬头, 尾巴如何随太阳风扭动, 都能对上好, 减少单点误差。 这轮研究的皇冠明珠是测它气体里的同位素比例, 尤其定着碳和氧, 像查身份正一样精确, 因为这些同位素比就像指纹, 会暴露它到底是在内太阳的恒星旁长大的, 还是在更冷的矮星周围慢慢冻成的。 别小看零点几的差别, 那可能就足以把它的恒星预音式类星锁定。 冷暖, 金属丰富, 辐射环境, 一清二楚。 这张图显示, NASA毅力号火星车的Maskenzie相机, 在10月3日火星上拍摄的, 在火星天空中预计San Atlas出现的位置, 出现了一处淡淡的痕迹。 这是2025年10月4日, NASA火星毅力号探测器上的Namcam相机, 拍摄的San Atlas的两个版本图像。 当时, San Atlas距离火星约3800万公里, 图像显示了一条细长的条纹, 其长度约为宽度的四倍。 这条条纹在社交媒体上引发了人们的质疑。 San Atlas也许是一个极为大型的圆珠型物体, 更现实地影响在后头。 San Atlas已经开始改写各家航艇机构的任务清单和节奏安排, 这次说来就来的精力提醒大家, 得有快反任务, 下一位星际客人一冒头, 就要能立刻起飞去拦截, 而不是等它跑远了再后悔。 像NASA的彗星拦截器概念, ESA的同类方案, 正把这次的技术心得和流程短板一条条记账。 回炉升级, 当然, 大家也很清醒, 想法很美, 现实有门槛, 硬件, 窗口漆, 亮度限制都在哪儿。 别忘了, 它又暗又快, 曝光很难打拼, 清晰成像堪比拍高速黑衣人要求极高, 因此很多结论不得不靠侧面证据, 比如亮度曲线, 光谱线强弱, 尾巴朝向于形态, 而非真正看见清晰的核, 即使是碎片化的数据也能拼出拼图, 补强星际化学的配方库, 也能修正小天体在星际里受力与演化的模型。 San Atlas的匆匆到访相当于一次演习, 宇宙的大新闻常常不打招呼就来, 谁能快速响应, 谁就能把握住珍贵的观察窗口。 这次的外星天体的飞跃, 等于人类第一次站在火星前线研究星际天体, 它也许藏着能刷新我们, 对太阳系起源和生命线索认知的密码, 有人把它称作。 目前见过体量大, 速度快的星际活化时, 它的冰尘层里是否埋着来自更遥远恒星环境, 甚至可能属于人马作弊区域的原处有机物, 还是某种外星文明的探测, 这还需谨慎验证。 但可以肯定的是, 全球团队正分秒必争, 就像拆一封从宇宙深处寄来的未开封邮件, 就在这几天里, 火星摇身一变成了观测窗。 从这里往外望, 我们向隔海看邻居, 瞥见了别的恒星系统出产的物质。 它并非一般的太空尘团, 而像是从遥远恒星环境一路飞来的标本。 每一粒尘埃, 每一抹冰晶, 都可能在化学成分上给我们出示新证据, 逼着人类重写关于起源与生命的几条课本注脚。 它的到来与离去提醒我们, 星系再远, 物质依旧在互通有无。 到2026年, 它重新引入黑暗时, 留给人类的事。 一仓库的观测数据和一长串新的问题。 这次飞越火星擦肩而过的记录, 完全可能在几年后催生改变教科书的论文。 正如当年从陨尸里找到有机分子。 今天我们尝试在星际天体上追问生命线索。 科学的火花, 常常从看似不起眼的细节里蹦出。 因此, 这次全球望远镜和轨道器的同频共振, 不是小题大做, 而是人类像宇宙, 也可能像潜在的外星技术文明, 发出的庄重而温柔的问候。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